ARRA追星社 ARRA 更快乐 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星特 我跟你说 健身长不高 大家好 健身 这就是我 等一下 这个是我自己 对 这个是我自己 这个是我自己 啊 你个傻子 想要和你冰晨一晨浪的夏天 让快乐永远保持新鲜 就是挺可爱的 这个长得真的有点可爱 挺可爱的 就如果用你的设定吧 你可以给人家一点感受 我感觉 他的耳朵不应该在两边 我觉得正常像这种娃娃 应该是在上面吧 对吧 诶 我能问一个问题 他是猴子吗 我以为他是一只熊 我粉丝一下 我粉丝一下 对 得罪了 得罪了 然后第一个问题 现在张星特2022 星球没有训练 也开始了 民众进口给安逸一下这次的训练 训练真的非常好看 大家可以来看 就是我的训练可能没有 那么的就是让大家觉得 就是怎么说呢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不好 意思不好用啊 咱们就是说 等一下啊 是这样的 我的那个训练是真的还不错 我是觉得 就主要是能真的就是能带 就是我的训练可能没有 等一下我再画画 但是呢 我是可以回答问题的 就是 可能好 就是没有 就是像大家想那么的嗨 但是呢 就是我尽量的让大家感觉就是 现在氛围不错 然后你看过 我训练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就是 一些反馈 我感觉真的还是不错的啊 谢谢大家 因为这个呢 我们暂时还没有关心出来 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或者说大家有什么 想让我们去到的城市 也可以在这条评论下面 跟大家说 或者说来我的 来我的微博下面评论 跟我说 就是想让我在哪些城市 跟大家见面 对 我会尽量改变更多的城市 然后清歌 编证过的夏天很好听 你可以念这个镜头 清唱语吗? OK 想要和你 编证一整个夏天 让快乐永远吧 是新鲜 OK 这次的宣演过程中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有趣的事情啊 跟大家录那个 录视频还挺开心的 我感觉这是一个 让我还挺 第一次有这种 鬼样的体验 然后这次一起录 录视频还挺开心的 爱你不是走爱上 爱你不归的模样 会 会 会 今天来的宣演中 在五颜六色的发色中 您最不会尝试的发色是什么 可能应该是彩色 有些人 那种彩虹色 我可能真的是有点 接触不了 真的 然后如果给自己的语言 天赋打分 并且 用自己的台湾话 东北话 温柔话 和腾脑药草 你会用点 用台湾话 台湾话还蛮那个 就是 这蛮 就是蛮 杀交的 是不是 好 你愿意自己的语言天赋打分 你觉得会是多少分 是吗 你们很高啊 9.8吧 9.7万 9.9这样子 滑了 这个是我自己 对 这个是我自己 这个是我自己 我以为还有一个 没有他 没关系 这个 现在是我自己 但是一会儿是你们 好吗 现在是我自己 给我记得 一定要明码标出来 这是我自己 这不是他们 这不是他们 好 继续吧 然后下天到了 有没有给那种 想起来给我 广度嘴的粉丝那些伏地 不要 不要克制 不要压抑 继续吃 你是最胖的 不是你是最棒的 然后除了火力 可以教给大家 几个健身的动作吗 我天哪 我不会健身 我跟你说健身长得够 大家不要健身 啊不是 健身可以 就是吃的吃的 现在有设置微博的 自动回复吗 有 我设置的内容是 我忘记是什么 好像是好 嗯嗯 知道了 好的晚安 早安 你们一定要 哎好像是 反正就大概类似这种 然后 有点恐怖啊 这个 你可以把猩猩子给带上去 马上 好 哇 哇 这个僵尸了 这个多少 像僵尸了 我要点 你真的不怕 你的肚子吃你 不会不会 他们不会 很习惯 好点 那七八糟的东西 记得刚刚那个是我 好 这是他 这是他 好 OK 这个是 衣服 衣服是吗 哦 天啊 我最不会被人穿衣服了 这个 这个是怎么套的 是吧 这个 这个我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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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不是我 刚刚那个才是我 你们看过那个僵尸先生 这个僵尸先生里面的那个僵尸宝宝就长这样 哎 太可爱了 就这样了 玫瑰花的葬礼 来到 欢迎你 起床 玫瑰花的葬礼 许松了 那连并间看戏啊 如今思索了 就提笔一句 别聊聊 哇 这什么歌啊 我好熟悉啊 如今 如今提笔 如今提笔 谁 别聊聊 谁 这什么歌 风也想寂寥 只要闪到一只长河药 哦 云水药 嗯 嗯 嗯 不是 我认识她呀 乱世不平等看 风果然山河 未非未敢忘游果哪怕不认识我 哦 太小人走过 太小人走过 不见旧颜色 这个圣经里面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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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发现你自己突然上了一个热搜 哈哈 你个傻子 突然过了五百万 哈哈 你个傻子 突然发现不过了最长的期 哈哈 你个傻子 哈哈 你个傻子 你个傻子 好好摆用啊 这个 全都可以用这个 当打车的时候 你发现师傅的车里面正在放你的新歌 这个不能 你个傻子了 这不行 真的 看一下 放我的歌是吗 对 放你的新歌 新歌 新歌我的菜 哦 呀呼 呃 哥哥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但是没有叫 哈哈 你个傻子 当有人邀请你和老北京斗志的时候 哈哈 你个傻子 当被公措置的早上有人六点打电话 叫醒你并且要求我 我邀请你跟他一起伤口 到你的粉丝刷响机 就给你买一瓶喝 就会安静的生气到水 好好 你个傻子 哈哈 哈哈 拜拜 你个傻子 哈哈 也不太好吧 哦 我个傻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